父皇 您不觉得太可疑了吗 这个孩子 常年在外面临兵征着 不在此时面 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教坏了 天下归宜 天下不觉这是二人功能 秦王的事 像他历来这么大 有点难受 如何赏赐他 二哥 是想做太子 我赐你为天侧上将 为在秦王再次绝军上 闪东到大雄台上书礼 你们当中有一位圣人 敢问难道是秦王吗 秦王与太子之间 早晚会有一战 偷光阳慧 无谓有语 不正而成 帝王之道在平和 现在除了个天侧上将 皇上会放王全国 有点两个太子的意思吗 不会秦王的太子 太子殿下 你还要做以代币吗 陛下还做个赐我父亲的那块两田吗 二郎 是赤大还是教党 秦王府的队务会 他赶到国战家去打人 你刚才说 自己有天命 什么意思 进秦王角 庆州极地 杨文贷 事情解决的吗 太子 就是你了 我准备让你到洛阳见天子旌旗 山州以东 归你同属 他在山东 他是一只虎啊 对 不能让他离开长安 我们要好好利用这次统兵的机会 先把秦王的五支人员掉空 下手的机会 到了 殿下如果不想成为别人手中的棋子 此时 我会让他们摆开 严格主动出境了 太子弃王已经决定 还是传来生命 二郎的互功 跟大王的互功 跟我们兄弟二人贵乐互功 万亚有机会进攻 和二郎对峙 我们都爱着万云和山 而是只有圣征 而是拯救这万云和山的福音 父亲 应该休息了